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是一位新朋友 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蒋老师 蒋老师欢迎您 你好 蒋老师 平时您家里喝的是自来水 还是桶装的那种矿泉水呢 我家里一般都是喝那个桶装的矿泉水 这种水就比较干净 那您有没有仔细关注过这个矿泉水 装矿泉水这个桶 注意过 有时候这个桶不太干净 当然里面的水就不能喝了 并且这水放时间长了 它里面还会长出青态了 这都影响健康 平时特别对 那么您知道 像这个 平时清洁这些水桶 这些水场是如何清洁他们的吗 这些桶一般都是回收再利用的 一般水场拿回来要先检验 然后再外洗 再检洗 最后要消毒液清洗 应该说工序比较多 是一个比较繁重累人的活 蒋老师 这么多工序都是人工作业吗 差不多吧 也有机械性的 但是结果还不完善 工作效率也不是很高 那今天我们发明人就发明了一个洗桶机 能够全面而又高效地把这些水桶洗干净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项目呢 我们一起来先读为快 水乃生命之源 对我们的生命起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人们对身体健康关注的提高 应用纯净水成为生活之必备 纯净水干净快捷方便 那么人们对纯净水桶有了解多少呢 急着随机走访了当地的几户居民 看看他们是否关注水桶的清洁问题 老板你好 想查看你几个问题 谢谢 你们家平时饮用的是那种桶装水吗 对 可以带我去看一下吗 好 你平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水桶上面有很多个 你看 这些都是泥虾 它里面有那个两个东西 那有没有想过自己清理呢 没有 因为我们就是 根本就是摸两个的 就是 它风味以为我们的指尖用了 根本就是摸铁小的清理这个东西 记者走访了解到 多数用户的水桶都有污垢 但大部分人没有清理意识 小部分人觉得清洗叫困难 洗桶究竟有多困难呢 难道自己真没办法解决吗 急着来到了一位大姐家 有什么 大姐您在家呢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 我想来问你几个问题 咱们今天就是讨论一下这个水桶的清洁度 我看你问一下这个水桶真是够脏的呀 那没办法 那么它放水的时候就这样 送水就这个样 但平时有没有试过自己清理一下 有时候清理啊 就是拿着这个什么漫步来 漫步 把清洁真的往外边了 清洁清洁 但是里面我们做不到 看着还是不够干净 是不是很多污垢都是藏在里面的 对对对 有时候是手扣一下 里面就是胶粘胶粘的 但是我们做不到 这样我们解决不了 要不今天咱们试试自己 能不能把这个桶清理一下 也可以 好好好 你先这样 先把放进去看看怎么样 好不好 好 来 我帮您扶着 好 来 这个水怎么就变清了 是不是 是啊 水都变浑了 而且上面还是清理不到 对了一番功夫 还是清理不到 上面 你看 哎呦 真的好脏 嗯 你想想我们这水都不能喝了 我们这么多都解决不了 他们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那不大姐我来试一下 嗯 好嘞 你试一下吧 来 插进去试一试呗 大姐你看 这个桶底子我都抓了好多圈了 但是这个桶壁上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是 解决不了 还有上边呢 是不是 上边 这两边都 桶底下就这么一点点 是不是 记者和大姐都累得气喘吁吁 不但没把桶清理干净 反而是越洗越脏 看来我们要自己清洗水桶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水厂系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我们的记者带着疑问 一路寻到水厂 想看看水厂的工人们是如何清洗水桶的 阿姨你们好 你们在干嘛呀现在 打口了 那你们听着这些水桶都是手工刷的吗 这个很少了 就是这个洗衣挺不少 你阿姨能让我来试一下吗 我看这几个星空想体验一下 就在记者费劲地用钢丝球搓起着水桶时 突然她眼前一亮 被旁边阿姨手中一根简单的铁丝钩状刷子吸引了过去 我看那位阿姨她手里有个特殊的工序 你拿一下给我看看 这个是干嘛的呢 小东西看似简单 却是阿姨们用来清洗水桶内壁的绝杀武器 它真如此厉害吗 清洗效果又如何 记者迫不及待地想试试 阿姨你要试试这个呢 这不是特别好用的 经过一番尝试 记者发现 这铁丝钩状的刷子虽然能清洗到桶的内壁 但是因为它太长太软 不好掌握力度 要像清洗掉桶内污垢 还得费大力气 好辛苦阿姨 你们平时是不是就用这两样工具 钩子和铁石球 那你们这里有没有洗这个桶的机械设备呢 原来水栈的机器也只能刷桶的外壁 对于清洗桶的内壁和特别脏的桶也是无能为力 还是需要人工进行清洗 既费时又费力 那么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既简单又省时省力 能将桶装水桶全面清洗干净呢 发明人宋树健 发明项目水桶自动清洗机 宋树健今年36岁 山东海洋人 最初从事长途货运 全国各地跑运输 由于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 对机械发明制造感兴趣 没事有事的就守着各种机械设备进行研究 他看到父亲每天辛苦的钻在工厂研究机器 孝顺的他便向接下父亲肩上了担子 虽然他学历不高 但是他勤奋靠学 喜欢钻研各种机械 他通过自身不断努力 自学了机械技术的研发及图纸设计 一次去纯净水厂拿水 宋师傅发现大量的水桶被扔汽在厂房 经过仔细观察 大多水桶都完好无缺 只是桶内存在一些难洗的污垢 如果能发明一台洗桶机就好了 不仅能提高水厂的工作效率 而且可以降低劳动成本 解放人力 于是他便灵光一闪 要研制一台洗桶机 宋师傅的想法很好 回家他便和父亲商量 可遭到他的强烈反对 父亲宋春吉是海洋当地有名的 发明狂人 拥有众多专利 父亲深知 搞发明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这几年 他自己搞发明 早已花光了家里所有的机事 还欠下不少外债 对于他们这样的一个普通家庭 再也经不起儿子半点的折腾 同时 他也不想儿子像自己一样 走这条辛苦的路 可是 执着的宋师傅 说什么也得做 很快 他便从朋友那儿借来钱 自己开始研发制造洗桶机 他知道 要解决水桶外部清洗的问题 并不难 可要把水桶内壁清洗干净 他必须得找出一个好方法 来解决这个关键问题 他尝试用各种不同材质的材料 布 毛刷 反反复复地做着试验 最终 一种组合式毛刷的框架 在他脑海里 很快就成型了 罗师傅你好 你好 听说你发明了一台洗桶的机器 是这个包机吗 看一下吧 这个有点像 是有一点像 这桶是从哪放进去的呢 放几个银子 这里放几个银子 这银子是这样放进去的 是的 这样放进去 到时候这个银子是转起来刷的是吗 对对 从外面刷 它的银子身也转动 银毛也刷 我看这个毛它为什么不一样呢 你看外面刷这么短 里面这个主轴毛这么长 为什么呀 因为它的靠离心力的原理甩开 将这个筒的内壁清洗干净 宋师傅发明的系统机 利用筒内长毛刷甩动时的惯性 带动水流转动 筒的外壁由四根短毛刷清洗 外部短毛刷与内部长毛刷转动方向相反 以此增大摩擦力 毛刷的轴由电机带动 筒在系统槽内洗完后 可以扣在筒托上 由上方的水龙头冲起筒底和外壁 那咱们现在刷一个筒试试怎么样 可以啊 来 你看 这个筒又够大了吧 这个筒确实挺粘的 我们不用这个筒试一下 这一步完毕之后 直接拿下来 就可以直接灌装了 就是很干净的已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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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师傅发明的这台系统机 看上去着实不错 为了验证这台新机器 满怀自信的宋师傅 带着我们的记者 一路奔赴水场 老师 我们现在把这个机器拉到水站试一下 对 我们拉出去试 以后这个机器我估计就是水站的工人用的比较多 对对就是他们用的比较多嘛 好不好 对人家说的算对不对 对啊 去了我们让他试一下 好 这样干净 我觉得红要是烧得干净 那水会这么好的我觉得 对 嗨 师傅 你们好 我是正常电视台的 带来的这个宋师傅 他发明了一个新型的 就这种洗水桶的机器 咱们想过来比试一下 宋师傅和记者的到来 丝毫没有引起水场工人们的关注 这让宋师傅和记者有些尴尬 可就在工人们将宋师傅的新机器抬进水场的那一扇那 刚刚还不以为然的水场工人纷纷围观过来 仔细观察着这台新机器 这是内刷 刷里面的 对 你看它比你们那个船头多了一个内刷的杆 看到没有 那大家可以摸一摸试试力度怎么样 也可以摸一摸 也可以摸一摸 来 都看看 都看看 中心也可以摸一摸 对对对 机器是不是摸一摸 我们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是吧 我们试试看看它到底有起不起作用啊 好吧 为了证明自己的新机器 宋师傅说是就是 很快它便操动起机器 新机器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吗 它真能比人工刷的又快又干净 却很不容易 你要刷刷的怎么样 挺好的 你们那你们这一摸刷刷 你能刷干净吗 可以 好 不行啊 不行 好了 好 怎么样 来给这位大人看 不行 不行 你觉得没你手工刷的干净 哪里 水厂工人挑出的毛病 让宋师傅心有不服 他觉得 一个桶清洗的干净与否 并不能代表什么 他要来一场比赛 他要看看 到底是自己新发明的机器号 还是传统的人工系统号 为了让比赛效果更明显 我们将水桶 统统灌上了泥水 好 那我们先 我们这个请我们这个裁判大姐 来介绍一下柜子 好吧 大姐这样的 我们每一边先分二十个桶 然后最后看一下谁刷的比较干净 好不好 好嘞 可以 行 那我们先看看 你看每边 都是有比较干净的 又特别脏的桶 这样对大家来说都是公平的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好咱们人工这边呢 是五位师傅 五位经验丰富的师傅 咱们机器队这边就一个送师傅 好 大家比每边二十个桶 大家最后比一下看谁刷的干净 好吧 好 可以 行那我们裁判现在可以宣布开始了 好 姐妹的开始 一声令下 大家鼓足干劲 比赛 开始了 人工队队员强大 洗洗筒来 得心应手 队员们热情高涨 洗得也快 我们的宋师傅虽然势单力薄 但洗筒机表现不错 他有条不紊的清洗每个筒 那么谁更厉害 比赛紧张激烈的进行着 随着激烈的比赛 我们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默默的站在一旁的角落里 神情紧张的关注着这场比赛 原来是宋师傅的父亲 他什么时候悄悄跟了过来 他不是一直反对儿子 搞发明吗 宋师傅你现在 你提出这个想法 你现在觉得这个头好强吗 有点难度 有难度了吧 而且好像你个人要负责三段东西是吧 你现在真的忙不过来吗 我们先忙不过来吧 人工队这边刷得特别用心啊 好了 这边人工队洗完了 人工队洗完了 好了 宋师傅那边可以停了 宋师傅那边 你可以停了 人工队这边已经结束了 现在可以比较这个筒了 咱们大姐你先看一下这边吧 人工队这边怎么样 我觉得刷得挺好的 看一下 这个筒上面摘得挺 摘得挺 你觉得这个筒刷得怎么样 机器队还比较好一点吧 上面 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 咱们现在大家看看机器队那边 大家看看这个机器队的刷孔怎么样 大家一起来评价一下 大家一起来评价一下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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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都刷得干净 大家觉得在哪地方不干净 上面也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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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操 不干净 上面也不干净 没你刷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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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工人们的话 给满怀信心的宋师傅 泼了一盆冷水 本想制作一台机器 来减轻工人的负担 可没想到 水厂工人并不买他的账 站在旁边默默观瞻的父亲 也走了出来 他比了一下这个什么情况 一人跟我说那么刷得太远了 对 大叔觉得他这个设计不行 他从内地都没刷进啊 对 设计的很好 所以说好有很大的改进 您清洗过家里再引入水桶吗 口小声大的水桶 让洗桶工人头痛不已 面对裹满泥巴的桶 还有浑身墨水油污的桶 水桶自动清洗机能否轻松应对 请继续收看外发明洗桶机 江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发明人老宋发明的这个洗桶机啊 这个速度比较慢 而且呢这个操作起来不是很方便 最重要的是很多死角是清洁不干净 那么怎样改进能够把这个洗桶机能够更加完善的改进好呢 我觉得啊 他首先应该改进的是那个毛刷 嗯 我们看那个毛刷又长又软 这就会产生问题 我做了一个毛很少的毛刷 毛刷呢容易说明问题 嗯 我现在把毛刷插进粉净水瓶里 我们看一下 这个毛刷的这一点 它以屏蔽接触得很好 嗯 而在旁边呢就会差一些 嗯 在这一端呢就非常差了 嗯 用这种毛刷在旋转清洗的时候 当然就会产生死角了 长毛刷的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它的力度不高 我们都有这种生活常识 当地很脏的时候 您怎么办 就是用力的拖 实际上就是增大压力 来增进而增大摩擦力 嗯 而我们这种长毛刷 它不能提供这种力度 嗯 所以呢我觉得发明人应该在这两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就是要把毛刷变短 嗯 第二呢就是想办法让它紧贴四地 要有力度 听了这张老师的讲解 我们就了解了在原理上如何改进 那我们看看发明人老宋他是怎样改进 他的这个机器呢 一起继续往下了解 为什么比赛结果 机器比人工差那么多呢 问题到底出在哪 宋师傅并没有就此要放弃自己的发明 工人和父亲的批评 反而让他有了更大的决心 决定努力改进自己的机器 宋师傅回来后一头扎进工厂 他名字苦响 天天盯着一个毛刷裙子 可迟迟没有得到新的思绪 看着忍受辛苦与挫败的儿子 父亲再次劝他放弃发明 找份稳定工作 拾拗的宋师傅偏不同意 两人大吵一架 他们的吵架让一旁的母亲很为难 他知道丈夫的不义 也理解儿子的坚持与辛苦 面对所有的困难与压力 宋师傅静下心来沉住气 他不断地进行试验 发现原来单单依靠长毛刷 和水流转动时的离心力 是不能将筒刷干净的 要是换成短毛刷 力度是有了 可又根本够不着筒壁 到底怎样才能将纯净水桶 完全彻底清洗呢 就在他苦苦需求答案时 他为一把撑开的雨伞吸引住 老师 你好 这是你做的第二代机器吗 对对对 这是我第二代了 对 你为什么 我从外观上 看不出多大区别 你给我介绍一下吧 是你现在看不出来 对 外观没有区别 可是里面有奥秘啊 是吧 这个刷子我们已经做了改进了 完全可以从里面完全张开的 张开 对打开 那怎么张开 就像这个雨伞一样 是吧 就像这个雨伞一样 对 一开始是收缩的吧 是吧 很细的 就这样打开 哦 你看 这是我的一个 没安安装好的设备的一个 这是一个模型吧 对 这就是我们的 从哪打开的呢 对 这是这个零部件 嗯 它是这样 动向打开 对 你现在 在里面 形成 就 就这个样子 对 对 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 剃出头口很方便是吧 对对 可是到了里面之后 它会形成一个 张开的原理 张开啊 哦 就这样张开 对 形成这样的软 这样张开 然后 上面还有其他的部件 这种张开的 就是能保证它 没有死角 对对对 这它是一个全新的思路 是 那我们这次 加大事业难度 我们去做一个 买是泥巴的桶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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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的泥水口 就够它瘦的了 这次要洗这个 厚厚的泥巴桶 它的机器 能经受住考验吗 老师你那个 从 你里面那个力度够吗 我们看里面瘦的这样 我现在发现你瘦不干净 我们要试验吗 我对这个有信心的 方向把它弄湿上 我把它晒干对吧 对 让它粘在上面 甚至用手抠就抠不掉 如果连这么脏的头 都可以洗干净的话 我觉得用那些机器 任何屋子都可以处理的 是 我们先 这边 这边 好了 我们现在让它晒干吧 行 这个被裹得像个皮蛋一样的水桶 还能洗干净吗 对洗桶机来说 会不会太困难了 记者有些担忧 老老总 我们上次做的泥发桶 晒一张 是吧 等一下 等我给你来 偷洗一下 试试 试试看看 好了 走 从上面敷过一层厚厚厚的泥发 而且你看你看 抓了一个小小的沙石 对 会不会对你的毛刷一些 最大的场面 我们试一下 看着厚厚的泥桶放入洗桶机 记者显得有些紧张 脏泥桶到底能备彻底清洗干净吗 看一下 下面漏的全都是泥沙 对 对对 那当然这个桶才还有清洗吧 对对 万万没想到 脏得像泥娃娃一样的水桶 还有重新变得水灵的一天 这样的结果让记者感到意外又惊喜 为了增加难度 记者提出了更疯狂的想法 想洗个晒干的墨水桶 墨水桶多难洗啊 这不明摆着给宋师傅出难题吗 老公 您知道平时那个墨水 要溅到衣服上是极难洗净的 咱们这个二代机器能洗干净吗 我们要做食烟嘛 行 那把这个放到阳台上晒着吧 好的 放到阳台上 是的 我们都 我现在都担心你那个干净法 把你的毛刷弄的不能用了 你不用担心的 我绝对有信心 你可以想好 对 行那你吃吧 奇迹再次上岩了 直接墨水完全沉在了桶底 随着清洗污水一起被倒了出来 第二代机器再次挑战成功 您洗好了是吧 您看一下吧 您看一下 宋师傅的新发明果然不俗 刚刚还面目全非的墨水桶 门一会儿功夫 竟然变得透明增亮 记者对宋师傅发明的第二代系统机 是连连称赞 就在此时 宋师傅的父亲走了过来 父亲不但没给予他夸奸 反而又给出了个难题 那就是要求他清洗一个晒干的油污桶 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 证明自己的新发明 这一次他豁出去了 这次给新机器一个终极考验 大家将一碗油灰全都抹在了水桶上 本来干净的水桶 现在完全不堪入目 灭不全非了 可以灭了 那是犯您了 对犯您了 怎么样 我们拿回去试一下 试一下吧 行试一下 要不咱们晒一下再洗 也可以 好 我们走了 新机器能否通过这次的极限考验 宋师傅的发明又能否得到父亲的认可呢 看着记者用手使劲抠都抠不下来的油污桶 宋师傅心里有些担忧 这么难洗的油污桶 系统机能将它清洗干净吗 对 对 油污桶现在没有多力了 对 你现在油污桶现在没有多力了 对 你现在油污桶现在没有多力了 对 你现在油污桶现在没有多力了 现在油污桶现在没有多力了 对 我估计也更别难听了 那我稍微等时看一下 好的 好的 好了 你快收拾你一会 嗯 就是里面看 都冲到里面了 你看很黑的是吧 你看这外面的油污真的全掉了 大叔你看 基本上都掉了这个油污 你先把这个倒掉 好的 让人没想到的是 我们的极限考验也成功了 大家心中悬着的石头 终于落了地 好了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看了 这次实验非常成功 晒干的油污桶 内外都被清洗的干干净净 这次验证的结果 也让宋大叔脸上露出了笑容 父亲的肯定让宋师傅找回了自信 他决定 再找水场的能手们 一蹶高下 听说要比赛 之前获胜的人工队决定乘胜追击 抢着帮忙做比赛用的泥水桶 这次宋师傅决定挑战十个人的人工队 大老宋 上次咱们第一代好像输在了 有些卫生室要不能清除上 是是是 那次技术不成熟嘛 但是我看到你回去之后 对第二代做了很大的改进 是的 玩血和那个不一样了 对 而且咱们接连架上了泥巴桶 墨水桶 对对对 甚至除发那种油污桶 都洗的特别干净 是的 那这次咱们再来一个人机大战 你觉得怎么样 我有绝对的信心 行 那咱们这次呢 就是每边还是二十个桶 都是这种特别脏的泥巴桶 然后这边人工队是十个人 咱们再跟老宋师傅比一下好不好 好 好 那你有信心吗 我觉得 都刷好几年桶了 肯定没问题的 好 那裁判宣布开始吧 好 现在宣布开始 裁判员一声令下 比赛开始了 两队很快投入紧张激烈的比赛中 看人工队这边的能手们 他们手脚麻利 伸手敏捷 快速清洗着很脏的泥巴桶 而不甘示弱的宋师傅这边 也在有条不紊的清洗着一个个的脏鱼桶 我们注意到这次宋师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找了个帮手 上次比赛宋师傅不光是输了清洁度 速度上也被人工队秒杀 那么这次宋师傅能赢的彻底吗 比赛一分一秒的过去 这让站在一旁的父亲看得也是紧张而交集 谁输谁赢 此时还难见分晓 好 诶 怎么又是多好 元工队的话 总共加表 四个二十个桶的兵器 然后咱们 兵器 还没有刷完 然后又没有刷完 还有四个桶 时间下是元工队 取得了优胜 然后咱们穿成这样 好 我们看一下 有人问这边是要怎么样挑战参加 这不是很干净 我们感觉不是很干净 你看一下那个 这个 是 是 是 你看一下非常 你们看一下这个 不是很干净 是 是 没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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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 通常说 没有东西 没这么糟 这都特别糟 是吧 人工来处理 有些滑干 包括机械来 能够大处理 是吧 我觉得这个设备 设备 设备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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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我看了一下 在这个速度上是人工对胜 搭在这个干净上 还是机器队的比较干净 从个人感觉来说 以后用这个 反正用这个水还是干净为主 我是希望 将来的那个 机器队在这个 又干净 速度上又快 我希望这个 下一次比赛 机器队能赢 不赢 不赢 但是怎么样 这些比较备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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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达备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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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进行再次改进 江老师我们看到 相对于第一代的洗桶机 第二代洗桶机 老宋是花了很多心血在里面的 像一些泥巴桶 墨水桶 油渍很脏的这些桶 都能够很彻底的清洁干净 对 是的 这一点它确实做了很大的改进 发病人受了散架这种启发 做了一个能够伸缩打开的结构 当主轴收缩以后 它能够变得很小 这时候就可以插在桶里 打开以后就可以达到全方位的情形 我做了一个类似的结构 大家看一下 它也是可以伸缩打开 我现在收缩 把它插进一个装了一点水的瓶子里 打开 我们看 这两点它能够与屏蔽非常紧密的结合 利用这两点的摩擦力 我们可以把这个桶提起来 实际上第二代系统机 它就是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结构 然后把毛刷能够紧压在上臂 侧臂和下臂上 这时当它旋转起来以后 罗萨力就足够大了 就达到了完美清洗的效果 蒋老师 我们看到第二代清洁问题是解决了 但是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又出现了 它是一个桶一个桶的清洗 然后一个桶拿出来之后再倒掉水 然后再进行调洗 这工序还是有点费事 对 我也注意到了 我觉得它可以增加几组刷子 让几个桶同时再刷 这样在座上就可以有很大的改善了 蒋老师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那么发明人老宋又会怎样去改进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虽然前两次宋师傅的发明还不够完善 但这一次有了父亲的加入 宋师傅相信父子其心其力断金 他和父亲相互商讨 分工协作 收集各种资料 对机器进行新的加工改造 重新设计出了 万燃新的第三代系统机 老师傅 你这干嘛呢 我要把它拉到水场去 这个装置我觉得眼熟 这个我在你的第二代机里看过去 对对 这就是我研制的第三代机器 第三代了 对 这现在是第三代了 是三代给你把它收起来的时候 对 立式的 一次刷三个桶吗 现在它和第二代有什么不一样的 第二代吧 它就是一个圆形的 一个桶放进去 刷子是不动的 所以说只能刷一个桶 而且速度也很慢 所以说吧 我们回来想了一下 研究了这个 把它立起来 刷子动 桶不动 我们人工把桶放上去之后 刷子下来清洗 然后我们再拿走 一次一次就是清洗三个水桶 这样速度就快了 由于前两次比赛 都赢得不彻底 而这次机器从外形到结构 都有了全新的改进 算是不想到朋友的水厂试试 大卡车载着新机器一出现 工厂的工人们就好奇地 跑出来围观 工人们帮助宋师傅 把机器卸下来 这时候 记者听到一阵奇怪的沙沙声 原来这里的工人想到用小石子 带筒类摇晃 比摩擦清洁 筒类青苔等顽固 我们的记者试了试 水桶在工人们手中摇晃时的声音 吭枪有力 可到我们记者手中 连声音的节奏都不对了 没晃几下就停了下来 你不用理吧 这盖在这里头 盖在这里 它就是三不加 原来要用小石子清洗水桶 不仅需要大力气 而且还要掌握一定的系统技巧 一般的人根本干不了这辛苦的活 那么宋师傅发明的第三代新机器 能给工人们带来方便吗 老门你看这就是宋师傅研究的这个机器 你觉得怎么样 试试看看 行试试看 要不宋师傅你先演示一下 给大家看看 行行可以 宋师傅得心应手的将筒 快速放入机器中 刷子落下 深入筒被张开 滑滑滑地转动起来 过一会儿 三个筒同时被清洗得干干净净 看着这个如此厉害的大机器 大家是又惊又惊 你看它一次扎三个筒 感觉好像比较快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 我这个将简单呢 我能不能试一下操作呢 你可以 好嘞 我试一下操作 我们的记者也忍不住想试试 没想到记者第一次操作这台系统机 也是驾轻就熟 看来以后水厂人工系统不用发愁了 这样就好了吗 这样就好了 老师刚刚我看到你这次第三代机它是三个一起刷的 对 速度上好像比第二代第一代都快了好多 是的快了好多嘛 我们这是一下子能切三个筒 对到底快多少呢 我想做个实验行吗 可以可以啊 你刚刚那位大哥呢 大哥你过来 这里面有二十个筒呢 我现在掐着表你帮我算一下这个到底有多快 好吗 好可以的 那我现在掐表了 一二三 宋师傅发明的第三代系统机的确表现不俗 不仅能全面清洗纯净水桶的内摆壁 而且在速度上比之前的系统机快了好几倍 一次就能同时洗三个筒 工作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站在一旁观看了老梦 给予了称赞 这个挺好 挺好呀 你也觉得这个刷子能清派啊 这个比较好 基本上就是把水桶放上去就好了 对对对 就在大家为这台新机器感到高兴时 意外情况发生了 一个水桶忽然被刷子 卡住紧破 现在就是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如果是我操作的话 它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说是厂子里工人操作的话 它可能是不太了解这个机器的工作原理 所以说如果说童口放歪了 放到边上了 那可能就接下来到不了童口 所以就这样放到外面 然后它直接进行这个最重要的 老梦你看到这个机器 刚刚它不小心换了就好 你觉得这个机器 如果是这样安装的话 如果一个是破水率的比较高 再一个呢 就是说是能工上下拿不方便 跟流水线接不上去 最好最好是改进 它直接流水线走到这个地方 直接就跑 你这样速度还快 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实在有许多问题我也发现了 对啊 老梦的建议给了宋师傅很大的启发 宋师傅回到厂里 和厂里员工再次经过多方面的改进 重新设计了卡槽 解决了水桶被挤破的定位问题 来老邦 你好 我刚才能看到一个整个流水线呢 对对对 这是你刷新的第四代吗 对这就是第四代 我们第三代有很大的缺点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是人工来操作的 每一个部位啊 我们要把人工放上考试 这个速度还是提不上来 这个速度 而且呢 那个刷子吧 也有找不准的位置 找不准 所以说这个缺点比较多 在第四代 主要有第三代的缺点是什么 哪些改变 主要改变在于我们这个刷子啊 性能提高了 确度更高了 而且呢 刷子的柔软程度啊 还有这个硬度啊 我们就适当调整了 宋师傅在总结前三代机器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研发的第四代新机器 看起来是相当完善了 那么新机器运转起来 效果究竟如何 这一回他信心满满 他决定和人工队 展开一次阵容强大的 人机大战 很快工人们为比赛 做起了准备 面对这个新奇的大家伙 大家都很好奇 对于比赛的结果 议论纷纷 光听你算不好用 等会去台湾台湾 他一番机器的比例来算 打开这个监管 那你以前要看看这种机器吗 没有啊 这退回啊 觉得怎么样啊 这个机器 挺好的 咱们敢跟这个机器挑战一下 不敢 这些肯定能应该 有人看好人多是重的人工队 有人觉得高大威猛的新机器能获胜 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呢 我们拭目以待 这次来一个机器队和人工队的比赛好不好 好 然后为了我们的比赛都有表现力 我们把这些筒内外都浮上了泥巴 宋师傅 你对这样的泥巴桶有信心吗 我有信心 但是这次那边有20个人 我信心满满 好 你现在觉得第四段速度已经下来了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再问问人工队这边的大姐 大姐 你这样的泥巴桶见过吗 见过 很头疼 很头疼 行 那人工队这边有50个这样的泥巴桶 你们有信心吗 我们比赛是这样的 人工是20个人 他这个机器呢 是两个人 但是我们相信呢 就是做过一句五话 就是人端力量大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机器战胜地区 是 把你们手中的武器举出来 是 我们的战胜 是 我们有这个机器 这个土呢 是两边每一边都说出一个筒 但是呢 我们比赛的规则 不是把筒刷完了就行 我们比赛的规则是什么 把这个筒里外全部清洗干净 呃 人工准备好了吗 好了 三 二 一 开始 随着一声令价 双方开始了激烈的竞争 机器一开 宋师傅不仅不慢地 将筒放入传送带 随着传送带的运动 水桶一个接着一个地 被清洗干净 再看人工队这边 刷子舞动 水桶翻滚 热火朝天 大家都想卯足了劲 打败机器队 师傅 你们这边流水计划一次能搬 你能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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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能搬 你这样 那时候呢 速度有多快 时间过去吗 5秒钟三 5秒钟三 就过去了 5秒钟三了 好 那挺快的 好 但我看你刷手挺快的 大家进场换这个土吗 好 我今天发手啊 我盖了两三年了 那你看这些 你们看吧 你有信心吗 啊 有信心啊 什么时候做好学啊 做好学啊 想到麻烦 再打这么个手 一天就是觉得 感觉自己耍得挺干净的 看这个机器一股 就是啊 自己都已经站住了 但是说那20个人 你们的叔叔怎么样 你怎么做的呢 我们的叔叔 也盖不上这个机器了 看我们 我们打的手 你看那边就太少了 看着这套全自动 一体化的系统机 大家目瞪口呆 就让本来干劲儿 十足的人工队 一下泄了气 他们没有想到 宋师傅这次的发明 竟会如此的完善 好了 把这套全都给你了 好 停 现在呢 机器这里的呢 已经完工了 用时呢 是429秒 现在呢 这个服势组呢 已经全部换装完毕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水桶啊 装的怎么样 是水啊 刷的什么漂亮 大家来看一下 他装的水 大家来看一下 他这边刷的怎么样 他们刷的特别棒 而且水里也没有杂质 像我们这个桶刷干净的 说心里话 东方水就也没法喝 吹过这个 像我这个桶了以后 底下也都很多 在当的地方 对 我们水还没有灌摆 但是他们水都全部灌摆 同体呢 50个桶 人工队还剩了两个桶 两个水桶 你会说的呢 在424秒的时间里边 就是 人工队刷了48个桶 机器队呢 刷了50个桶 并且是万万的50公司 再让我们宣布的 继续对你绝对的优势获胜 最终 宋师傅的全自动系统机 赢得了赌赛 经过了前几代艰苦的研发 终于发明出了 即清洗灌装鱼一体的 水桶自动清洗机 宋树剑发明的水桶自动清洗机 巧妙设计了毛刷展开装置 使毛刷可以自如地 清洗水桶的内外壁 并将自动升降的多组毛刷 与罐装流水键完美结合 从而达到机械清洗 引用水桶的目的 大大提高 其统的效率 降低了 其统工人的 劳动强度 宋师傅发明这台 全自动的系统机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发明 那么首先 它解决了 这个人工时代的问题 同时呢 大大提高了 系统的效率 以及清洗的效果 另外我们看到比较强调的地方是 它在里面使用了一个张开机构 用这个方式来去解决一个同内壁的清洗问题 我们希望就是发明人呢 在提高水的这个利用率方面 以及循环利用这个系统水的方面 可以再做一些考虑 那么另外呢 从这个 引用水安全的角度 考虑呢 我们觉得就是在系统和这个盘装之间 是不是还要再增加一些效率的措施 尤其是对这个同内壁的效率 我们看到老宋发明的第四代系统机 完全是全自动一体化的了 无论是在清洁度上 还是在速度上 都有了全新的一个改善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我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现在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 蒋老师 光临我们的演播室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 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 再见 南州牛肉拉面 为美可口 风靡全国 但是做起来可要费一番功夫 发明人的牛肉拉面机 是否能代替人工 敬请收看 晚发明 拉面新传 南州牛肉拉面 为美可口 风靡全国 但是做起来可要费一番功夫 但是揉面 就要五六个工具 发明人的牛肉拉面机 是否能代替人工 跟六位师傅比赛 又会是什么结果 它的口味是否能赢得 现场观众好评 当吃完了 请请收看 晚发明 拉面新传